美联储现在看下来 就是说他们不是不懂 他们比我们牛逼的多 他们就是坏 他不知道当初那么玩命降息 会有恶情通胀吗 他知道 他不知道现在加息会可能经济衰退吗 他也知道 他就是要搞你们 对吧 然后就是说你现在还挺得住 他就说定不但不这样还加的 美国说定还加的 加拿大是有点挺不住了 所以没加 他再加 那这个家园就会受影响 那家园扛得住就扛得住 扛不住可能也跟着再涨一点 但是整体上来也不可能涨太多了 在B20贷款收紧的高利息环境下 近期讲座中 Lenric为他的客户们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寻找答案 包括15到20万收入的工薪阶级 收入不太高的客户 前两年已经买了两三套投资房的客户 刚开始学习买房投资的客户 收入不低 但都在股票里的客户 自住房贷款比例太高的客户 收入不高 但资金充足的客户 各方面实力强 但很谨慎的客户 收入高又年轻 既想改善自住房 又想买多套投资房的客户 这是楼花的 有实力的 那都报完税了 二手房可以考虑进也进 反正我就按咱们参会者的名字 我还一个一个的去捋 工薪阶级的 就是15万到20万的 已经有套自住房的 现在给大家算的也是将将能买65万 70万的房子 所以你们也经不起折腾 你们这些政策 哪怕降了个10%的贷款能力 之后你的首付就会要求多这么10% 那你首付就是没有 打工的首付可能也不太多 你本来的首付还是我东抽西拼 然后refinance帮你整出来的 而且每次refinance 就会导致你代表能力下降 所以就是说现在还是抓紧 然后美国收入得也小心 美国收入得也小心 指定美国收入要求是怎么样 这也是一个对收入的definition B20里面的一项要求 海外收入 每个银行现在还是不太统一 还有缝可以钻 一些擦边球可以打 就不知道到时候是变成什么样子 在offer 反正就是现在有机会 挑一挑挑的好的就上 就是控制好自己 死狗不要眼花 不要走不右看的 一会儿今天买这个 明天买那个 这会耽误时间 咱们自顾的最近刚报完税的 反正我基本都在 快在给你们这个规划贷款 后有些客户可能收入不是特别高 原来10万12万的 我还能去帮你们凑不凑不去弄 现在就是不降息 收入确实是难 有压力测试什么之类的 可能还是想办法一些活动资金 如果能从朋友那儿 或者别的地方 有些资金哪怕也不用 我不鼓励大家借钱去当首付 但是如果能有些钱 资金借过来放在旁边 给银行看 然后把房子买好了 还是用自己的首付 因为首付你如果借的 你又很被动 我也不鼓励大家私贷 那利率又不太高 就是但是你如果有些钱呢 给银行看 帮助你贷款 但是我不挪用这个资金 就可以考虑 反正我就 我不点名了 就是每个客户不一样的背景 我带给大家就说一下 降息这个事儿说不清 就是说不清 因为现在是个博弈 美联储现在看下来呢 就是说他们不是不懂 他们比我们牛逼的多 他们就是坏 他不知道这个当初那么玩命降息 会有这个恶性通胀吗 他知道 他不知道现在加息会可能经济衰退吗 他也知道 他就是要搞你们 对吧 然后呢 就是说你现在还挺得住 他就说不定不但不降还加的 美国说不定还加的 加拿大是有点挺不住了 所以没加 他再加 那这个家园就会受影响 那家园扛得住呢 就扛得住 扛不住可能也跟着再涨一点 但是整体上来也不可能涨太多了 所以这是尾声了 但是呢 你不加息也没用 就是我们的负担都在这个高利率上面 我最近有一个客户呢 虽然我跟他讲了一些道理 他最后还选了浮动 他公司里面做股票做的比较多的 就是觉得有可能会 反正就是真的经济危机了 然后他再大降一下 但这个经济危机 谁能猜得准 对吧 能猜得准都买股票去了 买一个这个做空的股票去了 我觉得就是说 我建议大家能选两年固定 选两年固定 没选三年固定呢 那就是说 我会认为 就一年后到两年后之间 是应该是开始降息了的 但是呢 就是说 我们做风险控制 从这个准备资金的角度来讲 你只能是认为 他可能一年半都没有降 你要准备好这些钱 去做这些事情 或者说你准备好两年的甚至 那两年以后 固定到期以后 他降了 那我换一个好的利率 就是这个风险资金要准备好 所以 就是说浮动 跟这个prime降息 真说不好 我不认为有任何一个人能说的好 只要没有突发事件 他降肯定不会降的太快 要降也一点点降 或者说很晚才开始降 说不定今年年底 说不定明年年初 这么降 中间说不定还是要涨一下 再继续刺痛你 这是prime跟浮动 但是呢 固定呢 又是前一段时间降了一下 然后最近又涨了一下 很烦 就是固定利率呢 跟国债收益率走 因为我有些房子要renew了 我一直耗着没有renew呢 我就等着想 固定利率能再降一点 大家固定利率也是 前段都降到五点多了嘛 结果好像最近又有点小涨 反正也是有点看不清 他反正已经倒挂了 看国债收益率的情况吧 所以降息还真不好说 OK 然后Janny这边呢 就是说风险跟买房 反正找个平衡点吧 基本上我觉得大家如果买了两三套了 已经有三套四套投资房了 是可以阶段性的歇一歇 可以阶段性的歇一歇 因为正常来讲是两年买两套 五年买四到六套 那其实呢 就是你这个房子买完三年以后 四年以后它涨了 那你的压力就会小一点 像我这种动作快一点的 就是两年里面买了三套 那还没涨起来 因为涨是需要时间的 那也可以就说平衡一下 就休息一下了 因为你至少有三只母鸡在那了 让时间去慢慢孵化它 你退一万步 就是买不了了五年以后 这三只母鸡 还是能给你下不少蛋的 能做很多事情的 现在我们有点急 觉得我是急 还没有投资房 或者只有一套投资房的 如果有三套的呢 我们可以有一个balance 要不然就工作也挺累的 投资又有一些风险的话 那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 然后呢 还有一些刚开始做投资呢 我觉得还是胆子稍微大一点 可以犯些错误 不要怕犯错误 尤其有我在给你把关的情况下 然后给你们安排的这个贷款啦 地产啦 都是很专业的人 你基本上不会犯大错 犯点小错 然后呢 学得快一点 有些小账 什么几百块钱的小账呢 就不要算太细 因为这会耽误很多时间 会导致这个行动有影响 LP 我就只想帮你做 柔婚应该是已经搞定了 实力其实是有的 但反正股票这边又有拖累 就很烦 不行就合作 反正合作是一条路 其实实力很强的 LP你这块就是有需求的话 你再跟我说一下吧 因为有时候我也不好去催你们 因为你们本来也难做 我也头疼 就是你们头疼的case 我去主动找你们 我也累 我也有这个惰心 但是你们如果真的是 就是想往里冲的时候 也主动找我一下 就包括我一些好deal 你找我平凡一点 问的勤一点 那我可能先想到你 然后我也知道你是有这个需求 要不然我也不好乱推 MZ我们还是要弄一弄 我记得你那个微信问我的 但是我也不好回答 就是说收入怎么提高这个问题 这里面反正永远是个balance 因为双职工本来也挺忙的 还有看孩子 工作本来也挺忙的 反过来讲呢 就说这叫海绵里的水吧 加拿大还是有一些自雇副业的机会吧 还是以自己的本职工作为切入点吧 如果你是会计的 那你就从会计这边弄 项目管理的话 项目管理这边弄 HR咨询这边弄 还是提高一些收入 因为有时候资助房不是特别老的移民 就新移民 资助房的占物比较高 我们已经很努劲的买了这个投资房以后呢 现金流压力确实大 但是如果你就一套投资房 两套投资房 第三套还可以努一下吧 还是想办法努一下 现在看下来呢 就是还是就是说 手里有些资产的 现在倒是好机会去抄 因为贷款受紧了嘛 但是资产这块来帮助贷款的政策呢 我们现在还能用 这个我们反正抓紧来用 反正就是我帮你们 把资金利用率提高就好了 你不要觉得现在钱多 就是乱买太贵的房子 或者说贷款 反正买贵了 会导致你首付比例提高 导致你资金利用率浪费 所以就去弄一下 SL 你们家实力很强的 无论从收入 还是从这个冲险资金 北约克现在涨的也比较多 其实一点也不担心 租金也涨 房价也涨 其实我真不觉得担心 但是这个事呢 家庭和睦第一位 在家庭和睦的情况下 来决定做激进吧 可能主要是还是生息这个事情吧 等到降息这个信号了 等月供变少了 然后再去往前走 反正就是说看你吧 看你有需要的时候告诉我 有些客户咱们其实是实力强 但是呢心态不够 尤其一些老移民 有些呢是胆挺大 但是呢资金不够 其实收入也还可以 但是风险资金少 其实我现在看下来呢 就是好多 我是想帮像我一样 T4收入收入高 但是求富少的 但到最后呢发现 我还是帮了很多这种 收入不是很高 但是资金比较多的 资金比较多的 还是就是说胆大一点 也愿意更激进一点 然后找我的时候呢 也比较就是说 好谈一些很多东西 OK 外界有问题吗 反正咱们之前聊了 就是我不知道你最近 我觉得之前跟你讲了一些 反正你也听我讲说了 也讲了普及下段理论 也讲了这些东西 就是咱们有些年轻的客户 其实收入都不错啊 我相信其实有些东西 你觉得你懂了 你没有懂 因为我跟你讲了很多 这种循环贷款的理论 其实你不实践 你就是没有懂的 外界咱俩就说 通过你这次想改善资助房 这个前后次去一聊 我觉得你应该是 大概明白这个逻辑在里面了 整体上还是应该是 先买投资房 投资房到一定时候了 再去换这个资助房 不要让资助房享受生活 来拖累的你买这个母鸡 然后呢 贷款角度来讲 是先买粮食 然后再买一食 因为你买完一食以后 可能会导致你买不了粮食 但是买完粮食以后呢 可能还能买一食 整体上就是说 先去refinance贵的 再去refinance便宜的 这个次序 当然这个东西 有时候你们也不需要懂 我去做就是了 反正我把大家客户 基本过了一遍啊 每个人特点 我尽量去说了 没点名的说了一下 就希望有些帮助 反正贷款整体来讲 我觉得大家还是抓紧 不要就是说 看热闹 最后呢 房价不但没跌 然后你的贷款能力还没了 你真的变成看热闹了 贷款收紧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 就直接问市场的 市场的还有什么问题 整体看来讲呢 就是说 还是每次都是新移民 喜欢买的地方先涨 包括我公寓也是很烦 当然之后我相对有些diversity 就整体上来我讲 我觉得呢 市场这块呢 还是大家有个diversity吧 如果你自住房已经是独立房了 那可能呢 有些公寓 或者有些townhouse 然后呢 地段上也有些diversity 波代华也有 多伦多也有 或者温泽华也有 在多伦多呢 我是整体看得更好一点 或者多伦多更多一点 但是到某种程度上 也会有diversity 会比较好 就现金流 诸售比和升值 永远是个矛盾 这个没有一个绝对答案 而且这个市场也是在 不成的轮动在变化的 我原来买的房子呢 就争取是买500尺左右的 就是一室的 诸售比相对好一点的 但是呢 我历史上也发现这个问题 就每次就是狂涨的时候 就比如说2000年 疫情之前有次狂涨 然后去年二三月份狂涨 就是那种600多尺的一加一 甚至700多尺的一加一 它涨得快 涨得疯 就这种房子 我从投资房角度来买 是不划算的 因为它单价 如果差不多的话 总价要高很多 然后我租金其实跟不上 这么大的一加一 比我500多尺 或者600尺的一加一 或者说500多尺的一室 就是700多尺的一加一 比我500多尺的这个一加一 或者一室 租金可能也就贵个两三百 但它房价其实有可能会贵个 那个比如说是60万 这有可能是到快80万 贵了20万 那这20万跟两三百 这来讲肯定是不划算的 但是我发现就是它狂涨的时候 因为好多人是买资助房 它资助房这种600多尺的 就650尺以上的 或者700尺的这种一加一 它反而涨得多 汤浩斯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就独立房反正是 我不建议大家买150万以上的 意思不大 但是就是说它总有一些刚需 它是去要到这个独立房的 这个反正大家也是注意一下平衡 前面我觉得还是卖投资房 好吧 就两三套的时候 还是买好的投资房 按照你保证现金流好 但是等了两三套以后 可能像我一样也会有些diversity 就是新的房子也有 旧的房子也有 城市不同的也有 汤浩斯也有 然后大一点的公寓也有 我后期是在做这个diversity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还是以投资为主 保证现金流好 租收笔好 然后穿销好掉头 好吧 粮食粮食好出租 反正就是这都是个此俏笔掌 它没有一个永远的答案 曾几何时四五年前一加一 一史是最popular的 但是等一史一加一的租金 涨上去以后 原来不喜欢合租的老外 也开始中国人反正本来就有 学生本来就有 有些老外也开始合租了 因为粮食相对来讲 平均下来租金低 所以导致这个粮食又变成更好租了 但我相信这永远是个此俏笔掌 等你粮食的租金 好租上去以后 可能一史又会变得更好 粮食呢 还是回到跟我讨论 贷款规划上面吧 粮食的总价高 我要看你的这个贷款能力 来决定循环贷款 居下单的角度要不要买粮食 我们有些原来的客户呢 就是属于反正过了车没在店了 整个贷款能力只能买三四套 那有时候我会说 你稍微买的贵一点 就是每套的这个利用率高一点 但是就是你收入还可以的 将来能循环起来的 还是总价可能控制一下 我虽然有粮食 但我也就一套吧 公寓里面超过700尺的有一套 超过800尺的有一套 超过600尺的有两套 甚至基本都是500到600尺的 那今天我们现在早点休息 还是执行执行执行吧 好吧 就是又回到执行这个层面了 说那么多都不如做